字幕志愿者 杨华 李宗盛 在能源质疑的一些操作跟行項 那剛剛那個張教授講的整個報告 因為我想在風險中心長期 過程裡面有很多相關方 包括這個名單裡有很多合作 所以整個報告我覺得這個解剖非常完整 那也韓點了很多的這個問題 也提出一些框架面的介紹 那剛剛李老師其實從上層的很多政策面 跟結構面來討論 那我可能就從另外一個角度 就是說這些東西如果在提出之後 我們真的想去落實 尤其在比較基層在地的角度 可能會碰到什麼問題 因為這個框架建立之後做的話 操作的話我覺得是很可惜一件事情 那我今天大概還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有些我們在很多的這個地方政府 還有一些民間的一些在地上班長 那第二個我想提出就是說 其實民間法在過去幾年 其實在能源治理的角度 其實提出了一個所謂的社會治理 那大概是什麼等一下跟各位分享 那再來是和過去兩年 其實在社區大學開了一門這個共同社團 就在談社區如何做能源轉型 那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一些點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最後就想提到就是說 能源政策的轉型 當然是非常巨大 而且非常的繁重的錯誌 就是應該也納入我們在推動能源政策轉型的一個參考 那首先就是說 剛剛提到說這個 這個區別台灣的這個版本 提出了很多框架性的東西 那也提出了很多的這個具體的建議 那我想提的是說 我不知道過去幾年其實 因為2015年這個 當政府啟動了所謂的智慧接引這個方案 所以我們民生團體 包括我 我們有很多機會到很多地方政府那邊去做交流 他們自助我一個親身的體驗 這是我那時候在嘉義縣 那有當地的這個 官員那邊轉型的一個諮詢委員 那這個過程裡面其實有些很有趣的方面 譬如說 那我這個聽說到一個地方政府和環保區都很配 那為什麼這個能源轉型 在一個地方政府變成環保區 這其實就很詭異 那但是 他其實 他們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提出一些很有意思的東西 譬如說 他們希望是說 全台灣的各地地方政府的很多經驗 能夠一起匯集 任何推動方案 就是自己在摸摸 不知道剛剛有提到 這個地方政府的這個社會學期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他們以前沒有想很多 可是開始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他們開始去想說 那能源稅 如果真的要做跟地方的衝擊是什麼 還有這個溫檢法通過之後 這個溫檢基金 是地方原來是什麼樣的資源 其實他們他就想這個問題 再來是說 其實他也很清楚 我想說 其實他在嘉義縣政府 他們其實對所有的能源改型 其實是真的不了解 有很多基本的資訊知識 其實是不了解 那即使他們非常願意來做評估 這個 這個 很多的改變可能 可是他們想說 有可能不是自己一個地方是很多 而是你區域的方式 譬如說農業線 或是公布 這種角色來做 還有就是說 這個計畫到底 政府在推動的是一個刺性的 還是說會來做一些有趣的 這是他們非常擔心的 那再來是說 那這個東西如果做下去 其實因為我們想像中的 就是說 好像就是說 對這東西的關係度 比較淺誠 可是他們開始就想好說 這對未來的這個地方的衝擊是什麼 產業的衝擊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是我實際的一個 陪伴經驗 你有沒有發現其實 地方政府面臨 能源改型這件事情的想像 其實超乎我們的深層 可是問題是說 還有那麼多的細節 因為這個可能連接到 會不會來很多地方發展的形象 那這我就不信 可是我要跟張教授報告一下 我是建議就是 風險東西這個 看能不能繼續去追蹤一個事情 就不要只追蹤台灣民眾的 這個能源素質 而能不能好好去追蹤 每一個縣市政府首長的能源素質 因為實在看到太多 在電視上接受訪問很多的縣市首長 講的那個東西 我覺得完全是一個 我覺得是對這邊不了解 那大家不了解之下 我覺得他的整個團隊 還有包括這個 一般民眾透過電視看到的資訊 我覺得就是在一個很糟糕的過程裡面 做能源的糾結 其實剛剛那個廖老師講的那個 就是我們已經開過好幾次能源會議 我覺得好多東西 其實好多東西都好像糾結在簡單的 就是核能要不要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大家都以為說 全台灣的能源會議 又指現在核能要不要 而這個簡化的問題之後 其實讓很多更重要的問題 其實沒有被好好談 所以我自覺的就是說 這個能源素質這件事情 我是很建議 風險中心能夠一個縣市一個縣市 好好的去訪談 我就有陪伴他們去想像跟理解 未來可能這個能源轉型問題 地方這種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有幾個觀察 第一個是能源轉型跟裡面也有很多的爭議 那我覺得這個爭議 其實就在台灣的各地流竄 在Line流竄 在Facebook 在各地流竄 那這些資訊 我覺得政府現在台灣的政府 或是場觀學界 必須清楚的去釐清一個 類似那種 這個issue book 就神醫師民主那個概念 把很多基本的爭議跟資訊 必須要有一個版本 那個版本不一定叫對或錯 而是呈現出這些爭議 那不要讓很多不當的 或是過度扭曲的資訊 其實在不當的流傳 那第二個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有很多問題 這個大家都談過很多 我就暫且不提 那最後一個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說其實包括地方政府的 他們其實不只不知道能源轉型 的一個比較具體的方向 可能也包括整個國家未來的發展的 前景的總體方向其實不清楚 所以他們其實對好多東西 包括配比啊自主性啊 還有未來的這個產業藍圖啊 產業界科技界怎麼進去 如何媒合的種種問題 我覺得其實他們一直只能是等待 那這樣其實我覺得 對整個多元的轉型裡面 其實非常可惜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我覺得能源治理呢 當然剛剛招作有報告就是說 其實政府是個非常重要的發動機 可是整個能源治理 在台灣社會其實大家都沒有經驗 所以民間團體其實也嘗試想說 在這個治理的變遷的過程裡面 社會團體包括民間團體 有沒有可能扮演一個不一樣的角色 這個角色就是說我不是要取代政府 可是必須跟政府不斷的去互動 那大家推動很多這個整個 多元治理的一個改革的可能性 那我們把它稱之為社會治理 大概2015年呢其實很多的民間團體 就共同組成了這個民間能源轉型推動聯盟 那那個當然是因應的當時候政府的 所謂的這個智慧節電的一個政策 可是那個時候的政府 他推動的唯一的指標 就是你到底結了多少電 那把所有的能源轉型 那時候當然不叫能源轉型 可是把所有的能源的問題 就比看看誰結的比較多 我就會忽略了裡面的很多複雜性 還有一個各地的獨特性 還有裡面的這個很多東西的這個 長久的這個可持續性 所以當時候的民間團體組了這個 民間能源轉型推動聯盟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替地方政府打分數 可是這個打分數不是真的打分數 而是想說是創造出很多的指標 譬如說透過這個指標的設定 其實是我們試圖提出一個民間版本的 對於能源轉型有哪幾個面向是重要的 而不是只結多少電 結多結少而已 而是裡面有很多包括政府的組織架構 還有裡面的這個整個這個 民間資源如何捲動 還有這個種種的很多東西 而且這個指標呢 其實是可變動性可討論的 而這個過程裡面我覺得慢慢慢慢 形成一個不一樣的 關於能源轉型的可能性的想像 是越來越具體 這個在2015年做過一次 那2018年又做了一次 而且這一次裡面又加了一些新的指標 譬如說就是說這個綠能的指標把它加進去 還有把前一次的指標再做一些調整 這個調整很多也是地方政府的朋友 他們提供我們一些參考 而在這個過程裡面我跟各位報告 這些民間團體就是我們 其實大家一起做的時候 反而是在為政府發聲 很奇怪就是民間團體 為什麼是變成替地方政府發聲 我們現在講的其實是替地方政府發聲 也就是說當時候的整個 中央啟動的智慧節電計劃呢 其實它很多設計其實是 跟地方政府其實並沒有很好的互動 而且對總體的能源轉型 我覺得其實是有一些這個 並沒有很好的接軌 所以過程裡面民間團體 本來是要去地方政府打分數 可是打分數的過程裡面就有很多的交流 而這個交流過程裡面其實發現很多結構性的問題 而變成民間團體反而替地方政府 跟中央政府去爭取很多 這個能源轉型裡面更正確的可能性 那這樣的其實是很吊詭的一個做法 可是我覺得這可能會變成未來的常態 過程裡面其實 能源轉型如果是個大方向的話 其實必須有這種我們認為的社會治理 提供給政府在做治理的時候 其實做一個重要的這個修正的參考 好 那這個打分數的過程裡面 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有對慢慢慢慢釐清了很多 對中央政府的很多這個能源轉型政策 其實提供了很多的建議 以及覺得應該修改的地方 另外一部分呢 也包括對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 未來要怎麼改進提出的一些建言 而這個過程裡面 我必須報告 地方很多的民間團體 並不是就這樣子直接就跑去打分數 因為在過程裡面 我們其實參考了非常多 包括像日本 包括像韓國 這個很多的這個民間團體 跟政府團體 在過去的人源轉型的一些互動的 詳細的經驗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過程裡面 民間團體也學著 如何去跟地方政府好好跟他談 我們可以怎麼做 而不單單只是說 我用抗議或倡議的方式而已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進步的組合的可能性 而且是一個cold war 一個共同合作的方式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過程 這裡面包括社區大學 包括一些進步的智庫 包括願意共同來合作的地方政府 還有包括這個 願意互動友善的中央政府 還有一些國外的這個民間的經驗 還有這個整個像民間團體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多元合作的可能性 那另外一個我要講的就是社區大學 我為什麼要講社區大學 因為社區大學其實被大家談爛了 好像什麼事都交給社區大學 就沒問題了 可是恰恰不是如此 我自己在過去兩年 其實在永和社區大學 我們開了一門課 那我是覺得社區大學 其實變成是一個能源轉型 如何變成是日常的一個節點 因為大家都在講能源轉型 可是其實我覺得能源轉型 離一般的人實在 包括我站內 我覺得其實是太遠了 怎麼說呢 像這個是我們在社區大學過去 四個學期兩年開的課 包括很多我們把產官學民的很多邀請來 一起上課 提了很多國內外的經驗 包括產業界的一些經驗 另外一種是校內戶外的公部門的對話 其實這個很重要 我們其實是會把地方政府找過來 一起跟社區大學的同學討論 就是說你們的政策到底是怎麼樣 還有你這個政策我們怎麼去落實 我覺得這個過程的互動會其實很重要 還有包括一些這個 甚至是這個經濟部能源局的智庫 或者是國家型能源計畫的團隊 來跟我們互相分享 在社區談這個 其實真的有點累 可是我覺得其實是有意思 還有包括很多戶外的教學 那下面還有很多是社區的行動 包括甚至是社員 每個這個我們的同學去分享他自己的生命經驗 跟能源相關的 還有很多這個探討社區的一些熱點 社區的酷糧地圖 還有社區規劃 社區貧窮跟社區的關係 還有就是我們如果去 我們去談這個網路上的很多這些能源訊息 到底它的真偽是什麼 還有我們其實到社區去做了一些這個推動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已經把能夠想過的課都想了 可是我是覺得說實在好累 真的好累 因為其實是我們其實沒有任何的這個 整個比較這個 有個結構的這個協助下去做這些事情 那而且我覺得很重要就是說 這個風險中心這個報告團隊 不是調查說有65%的朋友 其實並沒有什麼興趣去參與政府的活動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社大的同學 我們發現其實說其實戶外課程 到很多能源的現場 其實效果是最好 因為你可以有同理心 你有專注度 可是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到禮拜六禮拜天 幾乎找不到一個好的能源的這個教育點去 因為這個電廠週末不開放 很多政府部門的很多這個教育資源中心不開放 那很多社區呢 就是事辦的社區 他們到週末不方便 所以我搞了半天就說 就算65%的人想去 其實也沒地方去 那這是個很小的事情 可是我是覺得如果能源轉型 你跟生活是脫節的話 而且很難在日常生活裡面 產生很好的這個學習的話 我覺得很多東西其實是 有好的框架也沒辦法落實 那還有就是說 社區大學它不可能是 就是說能源教育不可能是一次性的課程 你以為他來聽一次 他又突然的話 就變成這個支持能源轉型 沒那麼容易 有很多很多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這過程裡面是說 其實這個是很嚴肅的問題 其實像我們在新北市 我們才三個社區大學 在淡水 在三重爐桌 在永和 單單這三個不同的社區 它的民眾的結構不一樣 它要推動的很多課程 就必須有很多的差異性 所以我覺得說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如何一步步去做我覺得是值得的 那這個能源轉型裡面 我覺得還有幾個大的問題 譬如說其實能源轉型跟日常的民眾的 這個生活脫節其實蠻嚴重 這個剛剛已經講過 所以這個如何去 這個有一套比較好的 這種能源教育 我覺得這個其實 我們現在是蠻孤單的 快講完了 那再來最後我講是說 公共政策的轉型 其實是需要很多這個社會參考 那我說實話 很多人對轉型其實是覺得說 幹嘛要改 因為其實大家是害怕改變 那所以我說 如何去跟大家溝通清楚 這個改變的必要性 那我最後講一個 我覺得是說 因為我自己也參與過 台灣的垃圾政策的轉型過程 我們過去二三十年 對於台灣的垃圾政策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參與過程 而台灣的能源政策 其實可能比這個垃圾政策的改變其實更巨大 可是我覺得台灣的廢棄物政策的轉型 其實是有很多很值得參考的部分 這是我自己大概快速的列了一些東西 那尤其是其中紅色的自己項 我覺得其實有些東西是蠻有意思的 譬如說我們這個垃圾是天天要到 所以你會天天趕到垃圾存在 可是電費是兩個月才繳一次 這個其實跟大家的切正關係就比較遠 那是怎麼改變 還有包括這個地方政府 它只管垃圾 不管能源 以前是這樣 那未來地方政府要管能源 它要管的是什麼 我覺得其實是必須共同去陪伴思考 包括像產業界 在那個垃圾的部分 其實是企業自己要處理 可是能源部分 其實以前的政策是國家是必須 這個 這個 無餘的去供應這個產業發展 所以我覺得是說 有些東西其實大家可以重新去思考 這個 以前台灣的重要的政策的轉型 過程裡面有沒有值得參考 那 最後我是覺得是說 我覺得是這樣 這最後一章 我覺得台灣過去 我在很多場合講過 台灣是一個犧牲的體系 就是靠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經濟最重要 去建構我們的所有政策 包括能源政策 那我覺得是說 這個有過去的時代背景 可是現在真的不一樣了 我們不能再用這種思考去思考 我覺得我們提的能源政策轉型 包括今天提的白書 我覺得其實是在思考一個支持的體系 就是不是說我們要互相犧牲 或是說你要發煤還是要發核能 大家互相爭來爭去 可能是重新思考那個支持的體系是什麼 那我覺得全面這樣去思考 而不是這麼一點那麼一點 那這樣才有可能去啟動 整個包括社會 能源 產業 的整個系統性的轉型 而不是單一個轉型而已 我的報告到這邊 謝謝 謝謝賴李氏的分享 請來請入座 讓我們歡迎 本場次的主持人 搭表人幾個女台人 共同上台入座 我們要進行本場次的綜合討論 等等綜合討論的時間 請大家抬起來麥克風 然後發表問題完之後 請記得關閉 請你兩分鐘內自我先簡單的 自我自己的消費 212提出你的問題 謝謝 出 Lucky !!